拿了高考状元之后 我认祖归宗成了豪门江家的二小姐 就在大家都羡慕我一步登天的时候 母亲却让我代替贾千金 嫁给因为车祸瘫痪在床的联姻对象 后来江家破产 那对母女求到我身边 我却微笑道 你们就是我搞破产的 我为什么要救你们 你 拿了高考状元之后 豪门江家主动找上门 说我和江太太八分相像 极有可能是江家的二小姐 看着眼前满脸堆笑的管家 我乖顺地点点头 拿着行李跟她回了江家 孤儿院出身的高考状元 竟然是豪门一珠 这则尽道的新闻 成功让记者围在江家大门口 就等着拿到最新一手资料 江夫人等在大门口 看到我拿着行李下车 眼镜瞬间蓄满泪水 激动地把我搂在怀里 站在一边的江富 也一副好爸爸的样子 一脸欣慰地看着我 我配合着镜头 开了两张照片 随后微微抬头 看向了站在二楼 俯视着我的江玉燕 江玉燕眼睛里 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和我对视的时候 涂着唇幼的嘴微微张开 对着我做了口形 见人 我看着她趾高气扬的样子 嘴角微微翘起 却一言不发 我不屑于成口舌之快 尤其是这个镜头环绕的地方 江家在这个时候 把我接回家 最大的目的就是 为他们的新品发布会造势 利用我高考状元的光环和话题度 把人们的注意力 吸引到江家即将发布的新产品上 因此当天中午 管家就给我送来消息 让我好好梳洗一番 准备晚上欢迎我的酒会 我坐在梳妆台对面 看着源源不断送进房间的 珠宝首饰和礼服 笑着点点头 就在我戴耳环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吃笑声 我回过头 是江玉燕靠在门槛上 一脸讽刺地上下打亮我 她看到我脖子上 价值不菲的宝石 笑道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她歪了歪脑袋 用最纯真的表情 说出最恶毒的话 就像是穷鬼一夜暴富 披荆带银的响 挤进我们这个圈子里 我微微一笑 转过身去和她对视 那你猜猜看我这个穷鬼 为什么有机会暴富 甚至出现在你眼前 恶心你呢 说完 我学着她的样子 歪了歪脑袋 笑得一脸纯真 当然是因为姐姐你太蠢了 妈妈觉得你拿不出手啊 你在京城最好的学校上学 成绩却烂得像驼臭狗屎 妈妈嫌弃你太蠢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 找到孤儿院里长大的我 接回江家和你平起平坐 说完 我眉眼弯弯 拿起背随手丢在床上 价值不菲的手表 笑着摇了摇 谢谢姐姐给我这个机会哦 说完 我优雅地起身 准备越过江玉燕离开房间 谁知道江玉燕一把道拽住 狠狠推了我一把 我一个闪身 反而一脚把江玉燕踹倒在地 江玉燕狼狈地摔在地板上 打理精致的头发变得散乱 脸上的表情 也从原先的从容变得猙獰起来 她冷笑着抬头 恶狠狠地盯着我 江静谈 你别得意得太早 别以为母亲接你回家 是让你想轻浮 你想得倒霉 你不过是我的剃死鬼 代替我和陆家 那个残废联姻的工具 我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听到她这么说 我了然 随后挑眉轻笑道 照你这么说 我现在在江家 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那我收拾你 就没人敢惩罚我了 说完 我拽着江玉燕的头发 强迫她把头抬起来 随后干脆利落地 给了她两巴掌 江玉燕那张保养得当的脸 瞬间高高肿起 江玉燕被打了之后 才反应过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江静谈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打我 我懒得理她 身体力行地 又给了她两个巴掌 让她成功闭嘴 二 江玉燕被我打得半天 说不出话来 捂着脸坐在地上 我则悠闲地回到梳妆台前 坐到沙发上 看着原本高高在上的江玉燕 狼狈成这个样子 我慢条思理地 敲起二郎腿 笑道 原先在学校的时候 你霸凌我 我忍气吞声 是因为你是江家的大小姐 我斗不过你 现在你们江家有求于我 那就别再想让我当包子了 说完 我一脚踹开挡在路中间的江玉燕 大步离开房间 事情果然像江玉燕说的那样 我穿戴整齐下楼后 母亲就告诉了我 今天开酒会的目的 傅家少爷傅斯 因为车祸下半身瘫痪 而傅家现在急需要一个儿媳来冲洗 恰好江傅两家 最近合作颇多 傅夫人就想让江家的女儿当儿媳 傅家虽然财富地位 比江家高出不少 但是江夫人依旧不愿意 把江医院嫁过去 因为据医院的可靠传闻 傅斯因为这场车祸 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那傅家未来的继承人 只能是傅斯的表哥 江夫人是绝对不会让他们 养在身边的女儿 嫁给一个废人 所以他们想起了我 江夫人看向我的眼神锐利 静谈 我们让你认祖归宗 从此吃穿不愁 对你足够好了 我相信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也应该帮帮爸爸妈妈 傅家这门亲事 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这次好机会 你姐姐就让给你了 我看了一眼江夫人虚伪的嘴脸 嘴角微微翘起 看似乖顺的一问道 嫁给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废人 母亲竟然说这是门好亲事 更何况我才来这个家 不过半天 你就要道德绑架 我把我往火坑里推 说完 我看向江夫人的眼里 居士讽刺 这就是你求我办事的态度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 江夫人心里瞬间扬起 权威被挑衅的愤怒 他一拍桌子站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怒道 江静谈 这就是你和长辈说话的态度 我翻了个白眼 一把把他指着我鼻子的手扇下去 随后坐在沙发上 端起桌上还热着的茶盏 一边拨动着茶墨 一边笑道 母亲别着急啊 我又没说我不嫁 我只希望母亲别把我当软狮子 我江静谈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 到时候 小心我回来反咬你们一口 把你们搞死了 我说完 江夫人像是被我的话逗笑了一样 说完江夫人就率先起身 看都不看我一眼 杨生对身后的管家道 给二小姐好好收拾收拾 今天晚上势必要让副公子看上他 三 在被接近江家之前 我一直住在孤儿院里 孤儿院虽然物质条件极差 但是院长却在学习方面 对我们很是支持 我也在院长的帮助下 考入京城数一数二的高中上学 那所高中的实验班 除了我之外 剩下的学生 基本上都是豪门出身 教育资源优渥的少爷小姐 因此我也结识了不少 上层阶级的小辈 其中就包括看我不顺眼 校园霸凌我的江玉燕 和现在宴会上围着我的少爷小姐们 我虽然出身贫寒 身上却没什么穷酸气 因此换上礼服 戴上首饰 竟然很轻易地融进了他们的圈子里 李家小姐挽着我的胳膊 笑道 我从看你第一眼就知道 你绝对不一般 现在果然被我猜中了 你还真是江叔叔的女儿 我笑着附和了两句 随后又说了两句玩笑话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谈笑间 我无意瞥了一眼 站在江夫人身边的江玉燕 却看到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眼里带着点愤恨 李家小姐顺着我的视线看不去 看到江玉燕的嘴脸 撇撇嘴道 假货果然是假货 哪怕娇生惯养 基因里也是小家子气 看到比自己好的就嫉妒 小肚鸡肠 丢人现眼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让江玉燕听到了 站在我身边的少爷 早都看江玉燕不顺眼了 文言嘴角扬起讽刺的微笑 听说她高考分数低得离谱 只能上京城最次的大学 江夫人为了能让她别丢人 只能找中介把她往国外送 说完 少爷小姐们都相视而笑 看向江玉燕的眼神 愈发细血起来 我不动声色地 喝了一口杯里的酒 嘴角微微翘起 江玉燕能在圈子里 风停这么差 纯粹是她自己 做死做出来的 高中的小组作业 她自己没能力写 就在组里当白子 害得组员完不成任务 集体被骂 看到比她优秀 但家庭条件不如她的人 她就摆出大姐大的架子 一不顺心就校园霸凌 我在内的几个家境 普通的学生就深受其害 最后还是全班都忍无可忍 集体警告江玉燕之后 她才不情不愿地老实下来 所以现在大家集体孤立她 我是一点也不惊讶 我看到江玉燕表情委屈地 给江夫人说了些什么 随后江夫人就沉着脸 让管家把我叫过去 我不仅不慢地上前 却看到江夫人正满脸堆笑的 和一个气质不凡的女人说话 看到我来 江夫人马上解释道 这就是我的亲女儿 静谭 快给夫夫人问好 我文言 微笑着对夫夫人点头 夫夫人看我端正大方的样子 暗自点头 脸上表情稍稽 嘴上却不饶人 静谭到底是亲生的 可比那个养女看着 不知好了多少 江玉燕被当众奚落 眼眶瞬间红了 而江夫人表情僵硬 却碍于附加的财力 勉强地笑着附和 京城谁不知道 江夫人溺爱江玉燕 傅夫人当面讽刺江玉燕 就相当于 是照着江夫人的脸上扇 说完 傅夫人拉着我 像摸底一样 细细问起我的情况来 我一一回答 说到我是今年高考状元的时候 傅夫人挑眉 终于说出一句好听话来 不愧是江家的种 天生的基因好 哪怕从贫民窟里 也能爬出来 说完 傅夫人亲热地挽起我的手 拉着我去见傅家的其他长辈 傅家的长辈 原本以为 江家把我送上来 不过是充数 谁知道我是这么个 粉雕欲拙的妙人 再加上状元的名头 为我锦上添花 因此对我都很是满意 江夫只关心利益 才不去管那些家长里短 看到我让傅家人满意 他对我的脸色也好了不少 看到两家人都满意这门亲事 江夫干脆利落地 就在酒会上宣布了 我和傅司订婚的消息 我红着脸 从傅夫人手里 结果订婚礼 是一只满绿翡翠镯子 肉眼可见的价值不菲 四 酒会结束之后 江夫因为达成目的 而心情大好 对我的态度 也一改先前的冷淡 丢下江玉燕 和颜悦色地和我说话 哪怕是江夫人 想找个由头来指责我 也被江夫一个眼刀飞过去 硬生生闭上了嘴 因为我和傅司订婚 理论上也算是半个傅家人 所以我抱志愿那天 傅夫人不请自来 堂而皇之地 坐在江家的客厅 和京城大学的招生伴老师聊天 江夫人坐在一边 半天插不进去嘴 只能尴尬地陪笑 招生伴老师看到我下楼 马上热情地招招手 傅夫人也笑得很是慈祥 静谈快来 你看看你喜欢什么专业呀 我笑着走上前去 拿起桌上的宣传册看了起来 江夫人看到我拿着 光华管理学院的简章 马上坐过来 皮笑若不笑道 管理学这种东西 是要靠从小耳濡目染的 静谈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之前又没学过这种东西 还是不要选这个好 说着 她抽走我手上的宣传册 硬是塞给我另一本 我简单翻看了一下 都是汉语言 历史这种人文社科 傅夫人看着江夫人 像小丑一样的举动 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容 却因为当着招生伴老师的面不好 出言讽刺 只是慢悠悠道 江夫人 咱们还是要看看静谈自己喜欢什么 毕竟兴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 说完 她还撞死不经意地 为了一句江玉宴在哪里 成功让江夫人闭上了嘴 没了江夫人从中作梗 我目标明确 干脆利落地选了自己想学的 金融学俯修法学 航门少爷小姐们的标配专业 傅夫人看到我的选择后 拍着我的肩膀 笑道 这样也好 我儿子现在不行了 以后你来照应着家里的生意也不赖 我笑着说不敢不敢 余光里看到江夫人的眼睛闪了闪 却依旧一言不发 我嘴角微微翘起 知道她在想什么 送走招生伴老师和傅夫人之后 我不去理会站在门口的江夫人 自顾自地上了楼 毕竟现在我是傅家的儿媳 江夫人即便是在看我不顺眼 也动不得我 五 当天晚上 我一时兴起从花房找了些花 准备回房插花 路过客厅的时候 却听到江玉燕和江夫人这门女俩说悄悄话 我扬起手叫停了跟在身后的庸人 一只手拿着墙威 一只手悄悄推开后门 饶有兴致地偷听 只见江玉燕一脸焦急地质问江夫人 妈妈 你不是说傅司已经废了 傅家未来肯定不是傅司的吗 为什么今天傅夫人还让江静谈去照顾傅家的生意 江夫人脸上的表情也不好看 却还要安慰江玉燕 傅夫人不过是嘴上逞能罢了 少大惊小怪的 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选学校 再不着急你连大学都没得上了 说完 江夫人又忍不住说了我的成绩 成功点燃了江玉燕的怒火 两个人瞬间吵得不可开交 场面一度开始失控 再往下看就没意义了 还不如回去插花 我笑着对后面招招手 是一佣人跟上我 两个人一起上了楼 直到我插完花 楼下的两个人才吵完架 庸人递给我一封信 说这是傅夫人送给我的 我接过来 是一张艺术展的邀请函 时间就在明天上午 庸人垂着头恭敬道 夫人邀请小姐去看展 顺便见见傅公子 我笑着点点头 随后从衣柜里拿出明天要穿的衣服 可能是昨天晚上吵架吵累了 我第二天上午出门的时候 江家除了去上班的江府 竟然没一个人下来吃早饭 江府身为这场联姻的受益者 自然巴不得我和傅家关系更好 听到我收夫夫人邀请参展 忙不迭地让司机送我走 我坐着豪车一路坐到艺术展门口 看到傅家的庸人早早等在外面 看到我来 他马上走上前 恭敬地请我过去 这场展示现代抽象艺术作品的展览馆 被一分为二 前面放着展品 后面是VIP休息室 我进去的时候 把台边上衬衫西裤的男人看到我来 面无表情地给我打了声招呼 随后端起咖啡杯 用眼神询问我喝不喝 我看着他这副死于样子 有点不耐烦 傅司 一场假车祸是把你嘴撞断了吗 半天憋不出一句话 傅司嘴角扬起一抹隐蔽的微笑 全身放松下来 长腿微微交叉 倚靠在大理石桌板旁 自从我被传出车祸之后 平常社交就是躺在床上当死人 已经抑郁地说不出话了 说完 他就看到我毫不避讳地翻了白眼 我美好气道 你以为我好过 我整天和蠢货待在一起 智商都感觉下降了 这算是工伤吧 过会夫阿姨过来 我问问他能不能报销 说完 我看到傅司常年古井无波的那张俊脸 难得被逗笑了 随后 我指使他从柜子里 把橙子拿出来给我榨汁 所以傅夫人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我敲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自己的宝贝儿子傅司挽着袖子 勤勤恳恳按着榨汁机的样子 傅司看到自己妈来了 眼前一亮 却一听到傅夫人摆摆手道 也给我来点 一路跑过来 渴死我了 好不容易等来 能给自己撑腰的对象 人家还使唤他 傅司只能接着灰头土脸的 当榨汁小弟 而我坐在沙发上 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 六 早在江家把我认回去的时候 傅家就已经把我收养了 傅司身为我的学长 在我高一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 和我同台竞争 成了我的手下我 聪明人之间都是惺惺相惜的 因此 在他知道我无父无母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 让傅夫人收养了我 不然即便是有奖学金 私立高中高额的学费 也不是我这个工人承受得了的 我的聪慧和冷静自持 很快让傅夫人接受了我 她对我事如己出 甚至将我纳入 未来富士发展的大局中 其中就包括傅司出车祸 江云燕毁婚 我成为替身嫁进富家 傅夫人拿起桌上的苹果 毫无贵妇形象地啃起来 我则端起傅司炸出来的果汁 喝了一口 一一把我叫到这里 是有什么事情吗 说完 傅夫人也不都圈子 从大衣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江家最近尝到了联姻的好处 现在准备也把江云燕卖出去 陆氏集团的三公子最近才回国 江傅联姻心切 明天那场酒会就想介绍他们认识 你的任务就是让江云燕在他面前出丑 让陆家人看不上江云燕 我点点头 干脆利落地领了任务 傅司在我身边坐下 动作自然地帮我买上果汁 江家人以为我不能生育 已经背着我们联系上表哥一家人了 而我们也借着合作的由头 拿到了江家不少把柄 这是一个除掉内患 吞并江家的好机会 我点点头 随后听傅司道 如果江云燕和陆家联姻 陆氏很有可能在合作时 发现我们的小动作 所以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你能完成吗 说完 我一脸嫌弃地抬头 和傅司带着点担忧的眼神对视 我吃笑一声 少看不起人 等我的好消息吧 气 和陆氏联姻的消息 终究是走漏了风声 传到了江云燕耳朵里 因此我从艺术长回去的时候 江云燕正在客厅大发脾气 我刚推开门 一个花瓶就飞出来 砸碎在了我脚下 随之而来的是江云燕尖锐的声音 你们凭什么左右我的婚事 我堂堂江家小姐 难道也要和那个剑种一样 成为联姻的工具吗 听到这里 我的眼里闪过一丝讽刺的笑容 脚下动作不停 静止走到了客厅 看到我出现江云燕发疯的动作一顿 脸上的表情也收敛了不少 江夫人和江妇正在和江云燕对峙 我悠闲地在沙发上找了个位置坐下 右手插在口袋里 左手端起桌上的茶盏 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 随后这才不慌不忙对江云燕说道 姐姐 你也别太生气 虽然是联姻 但是爸爸还是疼爱你的 陆家三公子国外名校毕业 现在在陆家地位不低 你嫁去陆家不吃亏的 江妇江母看到我也是来当说客的 琪琪松了一口气 连忙附和我 讲述陆家的荣华富贵 江云燕却不上当 又是一个茶盏摔过去 滚烫的茶水瞬间浇在了江妇手上 你们少在这里放屁 谁不知道陆家那个败家子 在国外就是个瓢虫 在中国留学生圈子里都被挂烂了 他妈也是个夜场陪酒女上位的货色 腰腰翘翘的没个正形 就陆家这种爆发户 还配让我当儿媳 说完 他看向江妇江母的眼神愈加愿毒 你们这群利欲熏心的东西 未点银头小利就要卖女儿 要脸不要 话音刚落 我就看到江妇江母的脸色 琪琪变得难看起来 我讽刺一笑 江玉燕还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江家这对父母连自己亲女儿都卖 更何况你这个养女 至于亲情吗 豪门的人没有亲情 利益至上 有点良心都是难得的了 江夫人被自己养女指着鼻子骂 当即冷笑出声 江玉燕 我劝你别太忘恩负义 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还养你十八年 这份恩情你就是死也要还 现在不过是让你去联姻 你就在这里磨叽 说完 江妇当着我的面 给江玉燕下了一记重谈 你要是不想联姻 可以 一边说着 江妇上下打量了江玉燕一番 眼里是伤人的冰冷 我将家养你十八年 你总要还清吧 刚好有个大人物的心脏和你匹配 我正好计划献佛 让他欠咱们个人情 说完 江妇冷笑一声 江玉燕的嘴唇刷了一下白了 他知道江妇不是在说玩笑话 前一阵子江妇人无缘无故带着他去体检 他还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他彻底明白了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家狼心狗肺的人互相攀咬 眼里的讽刺挡都挡不住 管家上前想给我加水 却被我养手制止 我看着江玉燕浑身无力的瘫软在沙发上 满意的起身 顺着江妇的话 虚情假意的安慰了江玉燕几句 随后起身告辞 因为我现在是半个富家人 江妇也不过多为难我 白了白手就放我走了 直到回到房间 我放在口袋里的手才拿出来 那是一支录音笔 今天晚上我收获了太多信息 就等着明天好戏开场了 8.江玉燕虽然蠢 但也勉强算是个正常人 知道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 收拾好自己去见陆少爷 陆家算得上是京城新贵 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扶摇纸上 仅仅几年就在京城商圈 有了一席之地 江家人看上了陆家 迅速积攒起来的财富 忙不迭地向陆家抛去橄榄枝 而陆家也为了稳固住自己 在京城的地位 对这次联姻很是积极 毕竟自己只是出一个 不学无术的三儿子 而江家拿出手的 却是养在身边的独女 因此这次专门为联姻准备的酒会 被陆家举办得很是豪华 早在江家为我置办首饰之前 富家就已经把珠宝和礼服送上门 并且说恢复好的富丝也会敷衍 原本江玉燕还想靠着庄雁压我一头 谁知道这下扑了空 她只能看着我穿着富家送来的衣服 光彩照人地出现在她面前 豪车停在陆家大门口 今天京城上层阶级的少爷小姐来了大半 傅夫人等在门口 看到我来 动作自然地挽起我的胳膊 带着我去社交 我在这种场合如鱼得水 微笑着和长辈们打招呼 偶尔在定位下江玉燕的位置 富丝被富家的庸人用轮椅推上来 为了伪造出大病出狱的样子 她甚至还化了点妆 显得自己憔悴极了 即便是这样 她那张俊脸还是惹人重目 在外人看来 我站在富丝身边 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和她低声说话 但是实际上 我和她说的内容却是 陆家的三少爷被老爸硬抓回国 现在跟个炸药一样 一点就炸 过会她会在二楼小洋台上和人调情 你要搞事上那里去搞 我微笑着点点头 随后又和富丝闲聊了几句 借口去卫生间离开会场 酒会上男兵的外貌 永远是女客们常谈常心的话题 几个大小姐来洗手间聊天 谈的也是富丝的长相 富丝身高腿长 又是温润如玉的长相 见到谁都未雨先笑 更别说 还有那一身好家事 浸润出来的君子气质 简直就是少女收割机 其中一个女生激动到 没想到富家的少爷这么帅 怎么我之前都没见过她 另一位少女吃笑一声 你以为谁都跟咱们一样闲 人家靠自己高考 硬是考进京城大学 边上学边实习 没出车祸之前 已经接手富家的大半产业了 可惜天度英才出了车祸 连订了亲的江家都回婚了 随便找了个女的塞给她 那女孩吃了一惊 那富家能忍吗 另一位少女叹了口气 不能忍又怎么样 富家少爷没了生育能力 两家又着急合作 只能先连姻凑合着过了 不过那回婚的江玉燕 也是遭了报应 我听说陆家的三少爷人 长得跟猪似的不说 还在国外乱搞呢 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隔壁隔间门被踹开 随之而来的是江玉燕的怒斥 你们这是闲得没事干了 敢在我面前嚼舌根子 那两个女孩看到 郑主来了 尴尬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挑拨上他两句 他就会口不择言地 开始无差别攻击所有人 刚好富斯多发了消息 说陆家的三少爷 和混进酒会的交际花 正在阳台上打得火热 让我赶紧过去拱火 就 陆家毕竟这几年才发家 比不得京城那些根基深厚的豪门 酒会上服务生 都是从家政公司临时过来的 我随便拦住一个小男孩 从手包里抽出一打纸钞递给他 随后低声在他耳边吩咐了两句 那服务生看到钱 马上笑得很是开心 对着我连连道谢 说保证完成任务 等干完这一切 我不紧不慢地走上二楼 高跟鞋刻意在地砖上砸出声音 暗示着有人前来 二楼阳台上 无风自动的窗帘和喘息声 瞬间停滞 我端起服务生送上来的茶水 坐在木制的沙发上 不紧不慢地平起茶来 五分钟之后 我就听见江玉燕 骂骂咧咧的声音 不长眼的东西 你知道这衣服有多贵吗 就这么把酒撒我身上 身后跟着的服务生连连道歉 最后又悄悄溜走 我坐在二楼最显眼的位置上 江玉燕提着裙子 刚上楼就看到我 而我脖子上那条红宝石项链 成功刺痛了她的眼睛 那是富家送来的珠宝 当时在家世德 江玉燕几次加价 却依旧抢不过别人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拍走 现在这条项链出现在我的脖子上 就像是一根导火锁 瞬间点燃了她的怒气 江玉燕冷笑一声 质问道 难道你也是来看我热闹的 我先委屈求全嫁进陆家 等到两家合作一结束 我们就一拍两散 我看了眼阳台 随后装出一副好妹妹的样子 劝说江玉燕 姐姐 我劝你还是别这么想 陆家也是有实力的豪门新贵 陆公子也是青年才俊 嫁给他都是咱们高攀了 说完 我自己都在心里呕吐了一下 感叹自己 睁眼说瞎话的功力日渐长进 江玉燕则彻底被我的话点燃了 你放屁 那男的长得跟猪似的 在国外 换女人比换裤衩子还勤快 你说他青年才俊 我告诉你 少把我们混了一谈 我江玉燕要不是被迫联姻 那为所难给我提携他都不配 话音刚落 阳台的窗帘就被猛地拉开 肉扇式的陆家三少爷从后面出来 面色不善地 看向张牙舞爪的江玉燕 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看着他连衣服都没穿好的样子 不着痕迹地起身 轻轻扇了山周围的空气 油腻腻的 我吃醋我见不得这些 江玉燕就是个直老虎 看到陆家少爷瞬间说不出话来了 陆家少爷冷笑一声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我 那咱们就去长辈面前说清楚了 说完 他不顾江玉燕的挣扎 拽着江玉燕的手腕 把江玉燕拖下楼 看着江玉燕亮亮呛呛的背影 我摇摇头 这下江玉燕是彻底完蛋了 十 当天晚上 我是跟着傅家的车走的 陆家少爷把江玉燕拖到长辈面前 让江玉燕一字一句地重复自己说的话 江副听到后目不可遏 当着所有人的面 重重扇了江玉燕一耳光 江玉燕被打得捂着脸 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我摇摇头 对傅司说道 江玉燕这个样子 陆家肯定是嫁不进去了 江副是个很角色 为了钱和家族利益 肯定会牺牲江玉燕 傅司皱眉 牺牲江玉燕 我点点头 打开手机上一段录音 是江副的声音 我江家养你十八年 你总要还清吧 刚好有个大人物的心脏 和你匹配 我正好计划献佛 让他欠咱们个人情 录音放完 傅司低下头深思半晌 随后打发我回去睡觉 我对此表示无所谓 毕竟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剩下的就要靠傅家人了 因为当天江玉燕大放厥词时 我在现场 傅夫人害怕江家人迁怒我 干脆把我留在傅家 任江家说什么都不放人 对外宣称 就是傅家的儿媳 生病需要静养 现在江家太乱 傅家正合适 刚好我和傅司订婚的消息 京城无人不知 所以也没人说什么 江家吃了个哑巴亏 即便是知道我动了手脚 也对我没招 傅家和江家之间的合作 因为政策原因停摆 原本按照江傅的计划 这个时候刚好让陆氏接盘 江家就能接着赚钱 但是谁知道江玉燕这个蠢货 居然让自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再加上傅家这边 才把表哥一家从公司里请了出去 内忧已无 只身外患 势单力薄的江家 瞬间成了斩板上的肉 江傅原本还想挣扎一番 直到他看到身体强健 腿脚完好的傅司 笑眯眯地出现在竞标现场的时候 他才彻底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十一 我没想到和傅司订婚宴的那天 是我见到江玉燕的最后一面 李时江家资金链已经出现问题 江玉燕的首饰 也拿去变卖换钱填窿了 我看到他穿着简单的白色礼服 戴着暗淡的珍珠 脸上是化妆品都掩盖不住的憔悴 而我穿着大红色旗袍 戴着颜色鲜艳的珠花 笑着给来宾问敬酒 显得格外光彩照人 江玉燕就这么站在角落里 看着我在人群中功仇交错 直到我应酬完 他才缓缓上前 嘴角勉强扯起一抹笑 恭喜你 我的好妹妹 傅司戒备地把我挡在身后 我却轻轻挥手 重新站在他对面 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我点点头 他转身往小阳台走过去的时候 背后的受得突兀的蝴蝶骨 一颤一颤 就像是冰死的飞蛾 那位大人物实在等不及了 听傅司说 他给江家开出的条件很简单 交出江玉燕 他就让江家东山再起 江玉燕看着风光无限的我 眼里闪过一丝愤恨 如果没有你 嫁进傅家的就是我了 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像是没想到他还会痴心望想似的 你这白日梦怎么还没醒 我告诉你江玉燕 哪怕没有我 傅家也不会娶一个 在京城连二本县都没过得蠢货的 看着他那个明弯不化的样子 我也懒得装了 干脆把我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 上高中的时候 你就嫉妒我比你优秀 于是仗着家事百般刁难我 我回江家 你不愿意嫁给傅司 就拿我当挡箭牌 让我去嫁人 现在你又有什么不想干的事情 想把我推出去 说完 我看到江玉燕脸上恼羞成怒的样子 恍然大悟 被我说中了吧 没了联姻 你身上唯一的利用价值 就是那颗心脏吧 终于露出了像原仙一样讨人贤的表情 江家那群畜生 让我联姻就算了 竟然还想把我送出去换钱 现在我走投无路 又被人追着全京城跑 只能来找你了 不过 我不是来求你的 而是来带你一起下地狱的 说完 江玉燕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美工刀 就要往我身上扎 我手急眼快 一个手刀砍在江玉燕手腕上 江玉燕吃痛 捂着胳膊连连后退 美工刀也飞出去了 他看一击不成 干脆破罐子破摔 冲上前狠狠推了我一把 想把我从围栏上推下去 一边从上前的时候 他嘴里还恶狠狠地说道 凭什么我现在流落街头 你这个贱人却想尽荣华富贵 和我一起去死吧 江静谈 我看着他疯癫的样子 内心里叹了口气 随便一撞 就把癫狂的江玉燕撞飞了出去 多谢傅司带着我健身增机 现在的我撞飞一个马杆 简直不要太容易 闻声赶来的傅司 看到地上的美工刀 差点下的心梗 连忙吩咐两名保镖 上前按住还在发疯的江玉燕 12 江玉燕最后还是被傅司送回了江家 傅司说让江玉燕自杀 简直是便宜他了 把他送回江家 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而且据富家的可靠消息来说 等到江玉燕的心脏移植完成之后 那位大人物也要退下来了 新上任的和现在这位关系非常不合 江家以后 八成也会被填了炮灰 我对此表示活该 那对心狠手辣的夫妻 可能也没想到 自己精心设计 建设出来的家业 终究会是以破产草草收场 而江家那些最为核心的技术 和核心员工 也在富家和江家合作的时候 被挖了出来 技术以低价转卖给了富士 员工则集体出走到富家旗下的公司 不过这些东西都和我没关系了 订婚宴结束后 我重新回到学校上学 有了富士这个未婚妇间学长的帮助 即便是在学霸如云的京城大学 我也依旧名列前茅 富阿姨对我很满意 三番五次地表示 富家后继有人 前途无量 喜去尘埃 我的未来光芒万丈